經核酸檢測而陽性的個案,共有3,884宗 快速抗原檢測方面,共有4,957宗 省體而言,昨天香港共有8,841宗陽性個案 累計到目前為止,第五波疫情,香港共有1107,839宗陽性個案 累計共有6,888宗死亡個案,較昨天新增了139宗死亡個案 現時最新的病死率是0.62% 過去兩天,數字的確開始有一個回穩的跡象 這也是一個好的現象 我們要多看幾天,看看會否繼續維持在這個水平 或者會逐步逐步回落 看過去三星期的數字,疫情似乎開始有一個下跌的跡象 由3月初的大概每一天超過7萬宗 跌至每一天約5萬多宗 再跌至過去兩星期大概1萬至2萬宗左右 但是雖然實際的數字好像是回落了很多 我的評估也是,其實疫情都是由一個 極之高的水平,稍微跌至一個非常高的水平 大家都記得上兩波,第三波和第四波 每一天最高的數字,大概是100宗多些 市民千萬不要有一個錯覺,以為我們已經能控制疫情 亦希望市民不要鬆懈 在經濟中、現在一天再是就要 市民千萬不要有雙方 就算附近了 所以你不想請為我們要達到 市民市民的大問題 為我們要多了 effort上作鬥 我們要先去看一下 在日本人的局面 兩邊 而你跟駛的